米罗正好在这晒太阳 现在已经中午快12点了 师傅还在这贴 已经第二层这个材料要贴完了快 第二层贴完之后呢 就把这个后板这块东西再装回去就可以了 以上五 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门上面 我那个门感觉有点密封不太好 密封不太好就要用这种胶条 这个胶条看起来这样一般 但是呢先贴上 我从某宝上已经买的那个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胶条 这个先贴在那个门圈上面 门的那个外圈这一圈 给它贴上去 这样的话密封性就会好一点 隔音性相对来说也会好一点 再贴一层就相当于是 现在开始贴完了 把这个壳子装上去又行了 里边的工程就算是完事了 师傅现在把这个门壳子装上 把线都连上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棉在那个壳子上 之前说上面那个胶条 在这个板子上面的胶条 有点裂开了 那个胶好像有点开了 所以再重新打一层 不然它我这儿每次进车 这儿就跟瀑布一样 刷刷刷的水就流 直接就流到这儿了 对吧 上面这儿再重新打一层胶 让水从两边 这个水槽流走 这边就不漏水 等会让师傅顺利帮我打一下 这个门完事了 听一下声音 之前开着就跟那个烂212 现在这个板 关门声音就完全不一样 原来是嘎啦一声 现在至少还能听到砰的一声吧 大概这样 这个也是 这个比那个稍微还能厚点 现在装那边 终于搞定了 把这个板装起来就行了 跟原车看起来是一样 但里边已经 给你做的相当好了 因为这个上面的那个胶 有点干裂了 所以师傅再帮我补一层这个胶在上面 这样它这个雨帘 它就不会再漏雨了 不然它它会顺着车身漏雨下来 终于到最后一步了 把那个密封条贴着就行了 这会有双层密封条的话 这个车就不容易 前车就不容易那个走疯了 就是这玩意儿 这个东西 这个太细了 应该把那种三层的 底座是俩 上面是一个 它这个是只是单管的 单管就是好处什么 它只是薄而已 但其实呢 还是要下面双层 上面单层 一个三角形的圆框 我从网上买的 这个先贴着用 什么时候它老画的时候再画 这贴到什么位置呢 就贴在这个 最外边这一圈上面 已经涂过那个助年剂了 这必须要用助年剂 不用助年剂的话 它这个粘上去就掉下来 嗯 一关蒙 刚好那个缝 你看这边有个缝 缝隙嘛 看这边没粘过的 这个缝 很明显很宽 如果给这外边这层再密封起来 就相当的完美了 老板这后边刚好有水 我顺便就 在这儿把水加满 电是满的 所以就 今天在这儿把这水电 现在已经弄完了 隔音做好了 唉 下午去吃农家饭 现在是装好的状态 发动机声音 原来坐在这个发动车里边 听到轰隆轰隆的 现在听 因为下边的这个隔音啊 我这还得找地方去做 这个工程太大了 所以就暂时前边的隔音不做 现在只有前边有声音 侧边两边是没有声音进来的 所以如果是把前边的隔音做好之后 就彻底完事了 以后有机会吧